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大早 杨家仆人起来开门扫雪 发现门口已靠着一对衣衫蓝绿的男女 男的四十多岁 女的二十岁出头 两人已经动得 说不出话来了 张氏平日就积得行善 因此仆人自作主张 把两人扶到客房 灌了几口热汤之后便来禀报张氏 张氏来到客房 经过打听得知 这是一对妇女 父亲叫张老侃 女儿叫张翠花 因家乡遭了难 逃难过来的 张氏见他们妇女可怜 便收留了下来 张翠花很快就成了杨老爷的二房太太 而张老侃则到墨房 当了账房先生 张翠花和杨老爷圆房后 他的肚子就一天天大了起来 七个月后不知什么原因 动了胎气 孩子早产了 这孩子虽是早产 但是由于杨家照顾得好 因此孩子满月报出来一看 和足月生的小儿 没有什么区别 杨老爷为儿子起名杨赛虎 赛虎不到三岁 翠花又生一胎 还是男婴 起名杨赛豹 杨老爷中年得两子 真是喜上眉梢 他每天看着睡在身边的两个小子 像吃了蜜糖一样 他卯足了尽赚钱 又买了好几十亩良田 给两个儿子备着 又玩搂着这个捡来的小老婆 心肝宝贝地叫个不停 谁知 就在赛虎四岁赛豹钢学走路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到杨家 这天 杨老爷从外面要赵回来 刚到庄口 就见自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原来 自己的老丈人张老侃突然报亡 杨老爷惊慌失措 他积极忙忙赶到老丈人的房间 只见张老侃全身一丝不挂 扭曲着身子倒在地上 口鼻流血 面目猙獰 一看就知道不是正常死亡 杨老爷本想隐瞒了事 然而有众多家仆和外人在场 并且人命关天 死的又是自己爱妾的父亲 于是立刻拆人报官 不久 本地的王之县带着武座及其他一干人 赶到现场仔细看宴 经过武座验尸后 确定张老侃势中剧毒 贺鼎红而死 王之县对杨家上下细细排查 认为张老侃不可能自杀 一定是他杀 王之县从众人口中得知 张老侃的眼识 都是由二奶奶张翠花 专门负责 他的房间除了二奶奶进去外 没有外人进去过 张老侃今天上午没有去魔房 仆人进入他的卧室召唤 却发现他已经死在地上了 由此看来 张老侃的死 定然和张翠花有莫大的关系 于是王之县下令将张翠花押到县衙 众人见张翠花被押走 都张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这张翠花和张老侃乃是妇女 就算他再不孝顺 也不至于又贺顶红将亲老子毒死啊 再说这张翠花 在县衙大唐之上战战兢兢 身体颤抖如同筛糠 口中大呼冤枉 在场的人也觉得 这王之县确实冤枉了张翠花 突然 王之县一拍金堂木 大喝道 大胆雕覆 还不从事招来 你口口声声称 张老侃是你亲爹 其有闺女到亲爹房中 过夜的道理 原来在杨家排查的时候 有仆人告知 他们多次在夜里 听到亲家老爷房里 有二奶奶的声音 而且有时候一大早 看到二奶奶 从张老侃卧室出来 王之县大声呵斥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与那张老侃 究竟是何关系 还不从事招来 莫非享受皮肉之苦 话音刚落 张翠花早已吓得七魂离翘 急着喊道 小女子招供 其实张翠花 并不是张老侃的女儿 而是张老侃拐来的 张翠花也不清楚 自己的身世 只知道自己从十四岁起 就被张老侃霸占了 只是对外一直称是妇女 自从张翠花到杨家做妾之后 她确实想死心塌地的 跟着杨老爷 无奈杨老爷不仅年龄大 还老实外出做生意 正值青春韶华之年的张翠花 很是寂寞 而张老侃便见凤插针 要挟她 如若不从 便会将这一切公之于众 因此张翠花也就半推半就了 那天 杨老爷进城打电生意未归 三更十分 张翠花便悄悄溜到张老侃房中 就在两人字意亲热的时候 张敖坎突然蹊跷流血 从床上翻滚到地下 猛叫一声 便一命归息了 张翠花吓得面无人色 慌慌张张地收拾一下床铺 就逃离了现场 张翠花讲了这些之后 在大堂上磕头不停 口中道 奴家不守复道 确实该死 可是大人 奴家真的没有毒杀张老侃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雷轰 还望青天大老爷明见 深暗到此 王之县不禁皱起了眉头 因为凭借多年的断案经验 张翠花所言应该是真的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张老侃呢 王之县又带人来到杨家 将张老侃的卧房又彻底搜了两遍 还是没有发现丝毫线索 于是又到张翠花的房间去搜 在张翠花的床上 王之县发现了一个三寸长的磨蛋钩 便经不住拿在手中 轻轻地在掌中妈撒 突然 他觉得有一点点杀力掉在掌中 王之县将掌中的杀力凑到窗前一看 脸色突变 原来磨蛋钩的钩嘴部是空心的 杀力就从里面掉落 这杀力乃是毒药贺顶红 王之县火速赶回县衙 重新审案 他让人将磨蛋钩拿到张翠花面前 贺道 张翠花 你可认得这物件 张翠花看着磨蛋钩 疑惑地回答 大人 这磨蛋钩是我大儿子赛虎玩耍过的 不知此物件与本案何观 王之县立即命牙齐 将赛虎带到大堂之上 张翠花一把搂过赛虎 哭得呼天枪地 泪如雨下 王之县拿了几块米花糖 塞给神情惊恐的赛虎 然后拿过磨蛋钩 笑着对赛虎说 赛虎 告诉大爷 这个磨蛋钩是谁给你的啊 赛虎捏着米花糖 看看青娘 又看看王之县何众人 胆怯地说道 是外公给的 王之县又轻轻地追问 好孩子 告诉大爷 外公给你这个干嘛啊 赛虎一边比划一边说 外公拿给我磨面面耍的 王之县见赛虎不怕了 接着道 外公要你在哪里磨面面呢 外公说 等娘亲睡着了 在娘亲的奶奶上面磨 磨了后 他给我买好吃的 王之县叫人送走了孩子 紧接着追问张翠花 这个孩子不是你和杨老爷的 而是你和张老侃的 对不对 张翠花愧疚地点了点头 王之县叫来女舞座 并在她的耳边低语几句 那女舞座在堂上 用屏风将张翠花团团围住 用湿毛巾反复擦拭张翠花的乳房 然后将鸡蛋打在湿毛巾上 牵一条黄狗来舔毛巾 眼睛一眨 只见黄狗倒地而亡 案情终于大白 原来张翠花早产生下的赛虎 并不是杨老爷之子 而是张老侃的种 张老侃虽然丢了老婆张翠花 但是自从有了儿子赛虎 他似乎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因为将来赛虎将要继承杨家的家产 可哪知后来张翠花又生了个赛豹 将来长大就要分走赛虎一半家产 于是他就想办法害死赛豹 让自己的儿子赛虎独享杨家家产 他想出了一条毒计 哄骗赛虎 用磨蛋钩往张翠花乳房上涂毒药 毒死正在吃奶的赛豹 哪知这两天赛豹染病腹泻 郎中吩咐需近奶三天 换用米面糊糊冲击 而赛虎拿到了张老侃给的磨蛋钩 睡觉的时候 非要在娘亲的奶奶上磨面面 张翠花觉得儿子贪婪 也没有太阻挡 那天正好杨老爷又外出弹生意未归 晚上 张翠花将两个儿子哄着睡了 便跑去偷情 而张老侃因见赛豹未死 误以为赛虎并未往张翠花乳房上 涂抹贺顶红 因此在亲热时 误将张翠花乳房上的贺顶红 吃进了嘴里 一命呜呼 命丧黄泉 因此 赛虎才是杀死他假外公 真亲爹张老侃的凶手 此案一破 成了当时重庆府的一大奇案 这真是机关算尽 恶有恶报 张老侃的聪明 反而误了自己性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